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能够在科会或者备科会当中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 我们的培训项目在教师专业团队上都发挥了一个很大的角色 举个例子 过去几年学生支援组成立了专家组 所有专家组的成员都已经报读了专题课程 包括比如说视闭症 视障 听障 专注力缺乏等等的课程 专家组亦都会在每个月的班级经营会议当中 去列席这些会议 而是就着去处理SEN学生的学习或者行为问题提出专业的意见 跟着我们亦都需要知道 就要给到老师们一个强大的后盾 就算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学生来到我的班都好 学校都会有一个支持给大家的 例如我们学校是安排了不同的老师进行做一个专家做 我真是今年刚刚有位小朋友来到我的班 他是有哪一类型的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 我就算不是很清楚怎样做也好 学校都会有一位专家可以帮到我的手 我可以去询问他 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到小朋友 这个就希望就是学校可以做到的情况 培训的同事多了其实就是更加认识 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大家在交流上 因为其实我们的技巧合学交流都比较多的 其实不同科目都会 同事都会谈开学生的情况 变成了大家会有一些教学技巧分享 甚至乎可能我亦都会在每一年都会和大家分享 有些什么教学策略是一些不同的学习需要的 甚至乎未必讲的 我都会传电邮提供一些资讯给他们 希望他们在教学上都可以有一个的调色 还有对他们有一些关注 我绝对相信学校的老师的培训方面是重要的 首先我们的学校已经不是再觉得有SNN小朋友进到我们学校 就是那几位同事接受那培训同事的责任 我们一直所保留的概念就是全校老师是全校参与的 所以当小朋友来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 所有老师都会需要找一定的支援 支援完之后他们同样都在当中都会学到不同的技巧